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我神州 敬我则 东来志起再封侯 哎呦 是很有霸气的一首诗啊 对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老蒋总统写的 是厉害吧 你知道对于老蒋总统每个人都有他的评价 可是很重要的是史官怎么看他 你知道历朝的皇帝都有史官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史官怎么去注释 怎么去写 对 在这个朝代里头 这个皇帝即位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而且后人是雪贤人会更归公正客观 避免像司马迁一样的下场 好 我们现场 来到现场介绍访问是 国师馆主任秘书文化大学史学系的教授 陈立文 陈老师 因为国师馆要出版这个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一到六册先出版了 出版了 最近才刚出版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邀请到陈老师 陈竹敏来到节目当中的原因 不过这个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我们预计要出 总共十二册 所以先出一到六册 今年年底会出七到十二册 我们很好奇 所以是所有的历任总统 我们的国师馆都会要帮他们出年谱吗 我们不一定是出年谱 因为基本上在历史的一个观念中间 年谱都是过世了以后 才会去整理他一生的重要的经历来做年谱 但是对于国师馆来讲 因为也是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之下的主管机构 所以我们对于历任的总统 也许是收集他的照片 出新闻照片集 也许是做口述访谈 出口述历史 也许是做他的自传 所以各个我们都会在努力 比如说李登辉先生的 我们都已经出了 金国先生的 他有一些 比方在江西时候的杂记 在上海时候的一些记录 我们也都出了 那为什么对于这个蒋中正先生 老蒋总统是出他的年谱 应该说对于蒋中正的东西 因为已经出了非常多 但是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海峡两岸或者是国外 都没有一本完整的年谱 那我们在今年度出会出这个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20年来 有很大量的资料开放出来 包括像是在Stanford 大家可以去看的蒋中正的日记 比如说国使馆典藏的 非常重要的是蒋中正的档案 它是以前一般历史学界 习惯称的大西档案 那移送到国使馆之后 做了整个的数位化整理 所以整个都可以开放 那我们觉得以这么多的资料 其实年谱是做一个人的研究 它最基本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这边也许稍稍修正一下 刚刚两位主持人所谈到的 就是固然以前史官是提 历代的帝王做起居住这些 但是在民主体制之下 其实一个使政机构 不是替总统去专门做记载 那我们只是去收集各种的资料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日后的学者 让日后的研究者 有一个更公正 更完整的一个史料 就是我呈现事实不评价 所以这个主密国使馆这边 也是对于这些的历史人物 或者说现在就是总而言之 你们笔下的人是所谓的数而不论 比方说我们最近在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我们会出一系列的 抗战人物的日记 我们出陈陈的日记 出这个吉星文的日记 出这个胡宗南的日记 像这些都是史料 就是你从这日记中间去看他们 你去看嘛 我不各自书不论 那我们也出很多的史料汇编 所以就是像刚刚你讲的 就是数而不论 可是老师 我们今天可能就要请您 要稍微要论一下 论一下 因为如果是年谱的话 坦白讲就是某年某月 他做了什么事 这个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读者来讲 其实真的是除非我是研究学问的人 否则真的是很枯燥的 对不对 其实不会 因为数可以数得非常的活泼 讲故事 是 因为讲故事是数不是论 对 来来来 刚刚提到抗战70周年 对 可是我对不起用何 我一定要讲这些话 因为我这两天 刚好研究这个老蒋总统 因为有一段 这个对岸做的这个影片 他说蒋中正先生在这个所谓的革命时期 他做什么事呢 他什么事都不做 他炒股票 我说啊 这是什么史官呢 这是对岸的评论 因为我又拿到说 其实他组织赶死队在浙江杭州起义 他之前是炒股票 请问一下陈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应该这样子讲 其实我相信任何革命的人 他都是人嘛 对 所以他也要生活 他也要赚钱 那蒋先其实在他自己的日记中间 他从来没有避讳这一段 所以刚才确实如您所讲 也过这一段 他甚至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说 他的股票赔钱了 所以他心情非常不好 可见那日记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这一点也可以证明 蒋先的日记写得非常的真实 不会那个 但是这个中间我们也讲到 其实这些革命党人 为什么要炒股票 为什么要做这些 其实他们也是为了 在争取革命的经费 所以这一点可能在现在的人 比较不太能够想象 那在革命的时候 其实经费是非常短处的 所以我们像知道 像张静江先生 像李玉莹先生 他们都是有很好的经营 自己的这个生意 那这些钱拿来投资到 这个所谓的革命上面去 就像孙中山先 当年在革命的时候 靠的也是这些人 所以我不觉得一个人炒股票 会有什么样的 妨碍他的革命至极 对啦 我并没有说炒股票是不好 只是说 奇怪跟我们理解 这个蒋中正 怎么会有炒股票 成broker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种感觉 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今年 今年真的是 其实很重要的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来讲 因为是抗战70周年 那真的是一段 血迹斑斑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当中 又有很多的故事 是可以跟大家提的 稍等一会儿 继续请陈老师 跟我们讲故事 带我回来 谢谢 欢迎回到九一期再起 POP Radio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用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是 国事馆主任秘书文化大学 史学系的陈立文教授 谈谈国事馆出版的 蒋中正先生 年谱长编一到六册 七到十二册 要到年底的时候 才会问世 谈谈我们从抗战 抗战 抗战的时候 有一句话好经典 就说 哪一句 这个 攘外必先安内 对 攘外必先安内 对 这个应该是从民国22年 一直到民国25年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想先他的一个理念 那时候是国共内战 其实国共内战还没有 我们应该讲说 这个在民国16年之后 国共就从清党分共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分开来了 那一直到民国20年的时候 日本开始进攻中国的东北 所以就一般事变 接着一路从长城到华北 这样下来 所以国内的情势 也就越来越紧张 那这个时候 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的 这个负责的人 但是他提出着 攘外必先安内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 感觉是不同的 就说为什么要先攘外 为什么要先安内 对 大家觉得那时候 我们被日本鬼子欺负的 这么严重了 然后还不赶快去打日本 共产党在这边也是自己人 对不对 当时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看法 可是蒋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对日本非常了解的人 所以他认为说 今天轮火中日之间 发生了全面战争 中国真的很快 就会面临亡国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这是他在当时的一个考虑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解采 民国26年战争已经爆发 当时中国的海军空军 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跟日本对抗 日本在他的航空母舰上 面临中国沿海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总数 就比中国的飞机要多 那日本的海军是世界五强 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去对抗 中国唯一和日本可以相当的就是陆军 可是中国的武器是远逊于日军的 所以这是民国26年 更何况在民国20年 民国21年 所以蒋先生当时非常确定的 他知道说必须要有一个先长期的准备 准备之后够了如果发生战争 我们才可以长期的抵抗 所以我们看到蒋先 其实他当然我们在很多的资料看到说 他在日本留学可能跟日本的观念 关系比较好 可是我们看他的日记 他从民国17年五三惨案开始 他就每天他在日记上写血齿两个字 然后在他每天 然后在他的血齿下面 他就会写一句话 比如说怎么样的血齿 要中国怎么样的自强 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日本 所以绝对不是说他不想要抗日 可是他了解到这个情势 所以他认为如果国内不能够安定的话 就不足以去抗日 那他也认为 其实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 他提到第一个要用外交掩护军事 第二个要扫除军事障碍 第三个要加强军事建设 我想两位主持人可能都觉得 这就是打仗吧 可是不是这个军事指的是对日作战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要尽量用外交来避免不得已的战争 所以先培养实力 所以要扫除所有可能去妨碍中日战争 对日抗战的一切的问题 所以包括脚工 就是有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 然后要建设国家各种的事情 来面对日本的抗战 对日的抗战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 绝对不是只有战争 只有军事的 你知道用何我要形容一下现场的场景 你知道我们手上都有资料 陈丽闻教授手上只有我们两张名片 他刚刚都是从脑袋里面讲出来的 你就知道他研究有多深了 一开始玩笑人家是史书系的教授 又是国史馆的主任 真是佩服啊 他刚123 我那个时候他讲完 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可是你看可以记这么久 这时候真的是我们国史馆同任的工作 不过真的 你说我们平常我们说要血迟好了 对不对 我们大概也就是贴个两个字在墙上 然后看到了地利自己一下 怎么做 每天写 第一个我觉得你要每天写 就代表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你真的是每天都想到 第二个是你写了这两个字之后 你下头还有一些做法 就代表说 我不是满夫一个 我下头有行动的做法 我不是说你惹我我就揍你 他真的是坚韧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在民国23年的时候 他当时在这个剿匪的过程中间 进入到江西 然后进入到四川 当时他的日记就写了说 我终于为中华民族 找到了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所以你看这是在民国23年 并不是在民国26年 卢沟朝事变还没爆发 还没有全面抗战 他已经找到了大后方 他已经知道 他非常地清楚 中国必须要面临这样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工厂西签 然后把各种的重要的物资 这些然后建设西南 因为这个时候的西南 其实还没有整个的平定下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平定了西南 那这个时候也正好是 日本从东北到华北 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 所以蒋先生在他的年谱 我们也提到 在他日记中间 他曾经讲过说 在西南之所得 可以补足在东北的沦陷 对整个的中国来讲 这才是他一个抗战 因为那时候918东三省沦陷 全国同仇敌忾 那样的氛围之下 你还不开战 对不对 所以当别人在想着要开战 要东旧 要西旧的时候 蒋先生想的是 怎么样来建设整个的国家 怎么样来面对长期的 这个中日之间 可能有的问题 可是那时候你想想看 对于东三省的居民来讲 在那时候 我是中国居民 在铁骑蹂躏之下的 那个的心情 当然就是希望赶快一战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 感觉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想象中的 这个蒋介石 这个蒋中正 可能是感觉上是一介五夫 没想到他心思还蛮细密的 就是说我先不跟你正面对抗 但是我要培养我自己的实力 而且已经开始把东西挪到 他认为就是后来的大后方的 这个重庆那一带去了 所以这是蛮 蛮缜密的 对蛮缜密的思考 对 但你知道 对于这个很多的政治人物来讲 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是会让大家 他说好奇的 尤其 只有四个忽人 我们要待会来谈一谈 而且我们待会来谈的时候 蒋宋美玲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抗战需要 对 所以好像是有点 为了需要而 要她的事 要她的钱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来问 哈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王庸和 我是郑诗诚 在现场接受访问 是国事馆主任秘书 文化大学的史学习教师 陈立文辰老师 谈谈国事馆出版的 蒋中任先生 年谱长篇一道六策 对 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 老长总统有不同的看法 对 那这个东西是大家 很多见仁见智 但我们今天谈的 我觉得有过 要讨论 那有功 也要很客观的去评论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不是谈功过 今天谈的是 我们就国事馆 所出版的这个年谱里头的 所发现 呈现的一些史料 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老长总统在那些年当中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不过提到 刚刚我们前面两段 有提到抗战的这个部分 可他还会想说 怎么会有四个太太 毛福梅是原配 后来还有 姚志诚 陈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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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玲 对 那这里头 大家当然最清楚的是宋美玲 我们待会来讲 可毛福梅 好像 毛泰夫人原配 对毛泰夫人 老长总统对她非常不尬意啊 我们其实从讲的日记和资料中间 确实可以看到 蒋西安对这四个女性有很多不同的评价 那她对毛夫人的确是有一些 因为我觉得她们个性不同 然后真的是一个传统的婚姻 那蒋西安基本上她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人 所以她在婚后不久就离开家乡 她15岁就娶了毛夫妹 她是纸妇吗 怎么会那么早 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从民国15年以前的蒋介石 就《茅思诚》所写的 蒋介石小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顽皮 她甚至用了顽裂这两个字 所以结了婚要拴住她 所以我相信王泰夫人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太太是王泰夫人帮她挑的 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她们确实感情不是太好 可是第二个姚野成 听说这个蒋中正这个总统对她的评价也不是太好啊 其实姚野成一般我们都说是她的妾 她是上海的一个就是在蒋仙身边照顾她 但是姚野成其实一直后来跟着蒋仙 那到了台湾之后也是由蒋伟国先生在奉养她的 所以她在蒋家的地位其实非常的清楚是这样的情况 那蒋仙对她什么不满呢 我们大概从几个地方看到 第一个就是姚野成她的讲话可能比较粗俗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听说她会读博 所以蒋仙每次看到就非常的不高兴 那第三个呢有一些地方看起来似乎姚野成跟蒋介石的母亲有过一些冲突 所以她就曾经蒋仙在日记中就非常不高兴说这个姚野成抵抗抵触她的母亲 类似像这些事情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夫妻任何的男女之间都有争执嘛 似乎没有必要去把这几个小的点就扩大成为说蒋是多么的不喜欢这个这些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她这个蒋中正总统的四个老婆里面 姚野成算是知名度稍微低一点点 她其他三个 当然第一个原配嘛 可后面两个的知名度非常高 尤其这个陈杰如的故事 哇那个我昨天去查一下陈杰如 不是看有些故事真的假的不晓得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蒋中正去追人家陈杰如 两个差了很多岁 那时候蒋中正已经34岁 然后陈杰如好像在15岁而已 然后后来怎么去不要说处置 怎么后来陈杰如怎么离开上海 然后就这一段故事好像感觉上非常的 呃怎么讲 感觉上这个蒋中正手腕非常的高明 我跟你讲所以啊 你去查的这个资料真的假的不知道 你刚才也讲了因为网路上有些东西 对很多这种资料 不可尽兴 所以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讲 对对对 这个我要讲 是这个我应该这样讲啊 在蒋中正的年谱中间 其实没有记述到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呢您刚刚所提的这些资料 确实它也不全然是网路的资料 最主要的是因为陈杰如 他自己曾经有过一本陈杰如的回忆 虽然没有出版 但是这个东西在 而且他中间也写了很多 那事实上学者也对这个东西做了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陈燕啊这些 他们也提到从真正讲的日记 从真正的史料中 来对照陈杰如的日记 是有很多问题的 哦真的啊 是那当然 他个人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事情 或者什么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史料去查这个 对对 那我回头讲就是 讲先在他自己的日记中 倒是有不少的时间 大概是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十五年之间 经常的会提到陈杰如 嗯 然后呢提到的时候 倒是有 这一点也可以看到讲 从来不避讳他自己的行径啊 他就是魂梦颠倒啊 老师我问你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根据我聊 我知道他说陈杰如其实不叫陈杰如 他本来叫陈露 然后他小名叫阿凤 然后他说是因为他觉得他结婚之前 他觉得他很洁白很像很洁白的如玉 所以他把他改名叫陈杰如是这样子吗 是有样子 所以在讲日记中常写陆媚 对 就是指的就是陈杰如 是好好 那所以姚也诚跟陈杰如两个 就是他自己主动追求的嘛 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吧 嗯 那都是怎么认识的呢 呃 陈杰如应该是张 这个张静江先生他们 呃介绍的 他们好像是在一次的活动中间 因为因为 因为那个陈杰如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手帕交 叫做朱一鸣 朱一鸣他老公叫张静江 张静江是个 也是跟这个蒋忠正先生一起玩股票的 是是是 是 他们在上海一票一票的人 对 所以就这样子 后来好像是 他到他家去玩这样子 对 好 那讲宋美玲 是宋美玲就 就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应该从讲的日记来看 他从一开始见到宋美玲 他就是以一个正规的婚姻 来期许这件事情 最有意思的是 他当时正在北伐 所以他曾经说 强辱为 就是这个国事未定 何以为家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反而反过来看 他是很想要结婚的 对 那从一开头呢 蒋夫人 就宋美玲 跟其他这三位女子不同的是 宋美玲 会规劝蒋介石 嗯 因为他的学历各方面 眼见也最高 是可以这样讲 对 我们稍待会回来继续讲 我们的永远尊敬的蒋夫人 啊 这个这段大家大概很有兴趣了 待会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917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行广播地台 POP抢先报 我是张诗长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触访问是 国史馆主任秘书文化大学的 史诗教授陈丽文 谈谈国史馆出版的 蒋忠仁先生 年谱长篇一到六册 嗯 我们刚才谈到了爱情的部分 可是好多人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年谱里头 日记里头 老蒋总统有提到 他对蒋宋美玲的爱慕 有有有 是非常非常多 对不起 我 要一下书代 因为我有操 他说 于第一次遇见宋女世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家偶之感想 哇 哇塞 就是遇见忠情的意思嘛 这简直是写情书嘛 对啊 是 蒋先的日记里非常多对于宋美玲的称颂之词 既然如此 为什么后来还会有很多的留言说 哎呀那时候根本是不得已的 为了钱啊 为了重大 为了干嘛 对啊 为了自己的事啊 我想我们应该还是从史料来讲啊 我个人 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时间在研究这样讲宋的这一段啊 嗯 其实蒋先跟宋美玲 我个人完全不赞成她是政治婚姻 嗯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他们结合的时间 他们结合的这个过程 也确实是一种政治婚姻 怎么讲 就是说一个是北法军的总司令 一个是这个 等于是江浙财团的 有这样的一个家世的 天津 对 这两个人碰到在一起 任何人去看都是一个政治婚姻 嗯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两个人之间内心的契合 嗯 就像刚刚所这个主持人所提到的 蒋在一看到宋的时候 嗯 他其实就完全的精为天人 嗯 而这个精为天人是跟 姚野成跟陈杰如不一样的 嗯 我刚曾经说过陈 他跟陈杰如相处的时候 他的日记中常讲的就是魂梦颠倒啊 对 然后这些呢 也是很多的很爱慕啊 可能是情欲 啊 但是蒋夫人带给他的是一个新的眼界 是一个新的 甚至包括国外的世界 国外的礼书 国外的这些思想 宗教 宗教的信仰 然后各方面 最主要蒋夫人 他经常的可以劝诫蒋介石 嗯 我们从蒋先的日记中间 不管是在开罗会议 不管是在他担任国民政府的时期 甚至他到了台湾 在还非常这个低落的时候 蒋夫人都随时在他的身边 给予不同的照顾 给予不同的这种支持 嗯 还当个在野党监督他的言行 是 是真的 真的是 所以比如说呢 比如说什么事情 比如说蒋先她曾经很不满摇野城的 就是摇野城不照顾她 生病的时候摇野城不照顾她 可是我们想象中蒋夫人是焦滴滴的 是蒋先生病 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得伤寒 蒋夫人真的是心事汤药 哎呦 照顾 你在讲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到的很精彩 依照蒋夫人的背景 对不对 家世这么好 对啊 那我们讲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事情发生了之后 蒋先被抓了起来 蒋夫人在上海一听到这个事情 她第一句话就说 如果我跟着蒋先一起去东北 就不会发生 就一起去西安 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了 因为真的在蒋先发怒 或者是暴怒的时候 只有蒋夫人可以从中转还 那我们大概也都知道蒋夫人 亲自到西安去拯救她 其实如果看过蒋夫人自己所描述的一些 她在这个西安事变中间对蒋的信任 对整个局势的这种掌握 以及她自己的勇气 她是把她的手枪交给端娜 跟端娜讲说你不要说 你就是把我杀了 我不要落到这个如狼似虎的东北军手中 这样的一个做法 以及在最后在解决了西安事变 一起回到了这个整个回到南京 在抗战开始以后 蒋夫人投入到新生活运动 投入到妇女界的运动 把基督教把这个宗教的一些组织和理念 带到整个的国家的抗战的建设里面 带动妇女的运动 多少的妇女组织 这些这个救亡 或者是说这些学校收养遗孤 都是蒋夫人在里面 还缝衣服啊什么的 更不要说她在外交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她在美国的国会的那个演讲 是多少次大家起立鼓掌 让大家折服 这个东西不是因为 她是蒋中正的太太才有的光光 而是她自己所带出的 所以真的可以说是女中豪杰 但你提到说 虽然是女中豪杰 可是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 大家又把她看作像公主一样 是是她很妙的 像罗斯福总统 就曾经觉得说蒋夫人 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中国的代表 可是她讲起话来 却是铿锵有力 那罗斯福夫人是把蒋夫人 当成小妹妹一样来照顾的 陈纳德是非虎将军 她就曾经在她见到蒋夫人 第一天她的日记上就写了说 她将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小公主 所以你可以知道 刚才这个主持人称说 永远尊敬的蒋夫人 我是蛮尊敬她 其实在非常多的人的心目中 蒋夫人是用她的工业 或者是她的富德富荣富工 各方面去塑造出来的 我觉得就她去美国国会 希望美国支助我们 援助 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去那种场合 你想想看我养尊处游 我去那边 用这么大的目的 而且她讲话 因为我看过好久 她那个讲话 铿锵有力 你几乎 听完她讲话 你就是美国就要拨款了 她的演讲对于美国 决定要援救台湾 这个真的是 援救当时的抗战 因为我觉得蒋夫人她 她是在美国成长受教育 所以她很能够去了解美国人的心态 她从头到尾的演讲 没有去求过美国人来帮助中国人 她告诉美国人是说 中国人正在自己努力的坚持 努力的奋斗 而这个奋斗 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 对 所以你们的想法是错的 所以我不是背光屈膝的去求 我是对你们小以大意 你们对德国不对付日本是搞错了 对 那我觉得在这边我倒是回头 今天从蒋夫人的这一点 你更可以看到蒋中正 她不管是在个人自己的修养 在她的读书 在她的婚姻 在她的随时随地 她其实从来没有忘记国家 这个是应该肯定她的 但您刚提到说 那蒋夫人是怎么样规劝她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 比如说她用什么样的话语 去规劝她什么事情 比如说蒋仙她这个 有的时候会暴怒 然后蒋夫人就跟她说人要缓和 对别人不要太严 对自己也不要太严 放自己嘛 对 因为蒋仙有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 那也有比方说这个蒋仙去这个 就是太强烈的指责别人的时候 蒋夫人就会在旁边拉她一下 所以我刚讲到说西安事变的时候 蒋夫人之所以会讲说如果我在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蒋仙也很好 我举一个小例子 她在这个结婚没有没有多久之后 就带着蒋夫人回到家乡 然后呢她有一天 带着蒋夫人去看她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妹妹 结果人房间关起来 然后听到打麻将的声音 蒋仙就在她的日记上写 说她非常惭愧 怕恐为这个三妹所亲也 这三妹就是指的蒋夫人 然后会轻视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她其实是兢兢业业的 那他们曾经 对她又爱又尽 有几次发生争吵 结果蒋夫人就离开了 那蒋仙当然就很难过 所以又去送家去把她接回来 那蒋夫人就会跟她讲说 我希望你要更加的努力 我希望能更以国家为重 确实随时都在过去 所以结论是原来我们蒋中正老总统 是PTT的会员 我绝对是互进互亮 开玩笑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立文老师 也是故事干主秘 来告诉我们很多精彩的故事 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